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催吐来说 越早催吐效果越好 可以减少酒精露血 从而导致对人体进一步的伤害 但也有一部分患者建议不要自行催吐 如老年患者 或者是平时呼吸道系统有急患者患者 避免出现有窒息等危害 酒精中毒昏迷后应尽快送医 送医的过程当中需要保持呼吸道的通畅 同时 密切监护患者的意识 瞳孔及生命体征 并与对症解读治疗 预防变化症 对症支持治疗等 救急问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